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有关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在昨天是正式爬上6000点的第二天 收盘是上涨了0.1% 收在6017点左右 而中国股市昨天也同样出现上涨 其中上海是回到了3300点以上 深圳方面也同样上涨1%回到了11100点之上 而欧洲股市在昨天是出现了大约有0.5%左右的下跌 而美国方面同样在道琼斯指数出现三连涨 创出历史新高的同时 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那么在黄金方面 昨天金价重新回到1250附近 但是石油价格则出现了大约是1%的下跌 目前最新收盘价大约是56块5毛钱附近 在货币上 我们知道在今天早上 美联储正式对于美元再次加息 那么也就是在今年美国连续加了三次利息 但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 美元非但没有上涨 今天早上的美元指数还下跌 大超过了1%左右 那么在这个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说一下的就是 今天早上美联储加息 但是美元却是硬生下跌 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在澳洲时间早上6点钟 中国时间凌晨3点 美国是正式宣布了加息 之前大家所一直盼望着 这个没有落地的靴子 也终于是落了地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 这次加息之后 所发表的声明中的一些主要内容 那么美联储主席耶伦 在目前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呢 说宣布加息之后主要是关键说到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说美国的经济依然是在恢复中 但是美国的通胀目前还没有达到原先既定的目标 那么这也是今天早上会议中 其中有两位委员投了这个反对票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明年的加息次数呢 按照现在的判断 美国还会有大约是三次左右的加息 但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啊 这个现在过早的预计呢 其实很多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啊 随时有可能会随着当时的经济情况 和国际形势的改变而做出加或者是减啊 所以说这个三次最多 我们只能当做一个参考啊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美联储主席 同时也对于美国股市目前的比较高的走势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虽然现在的市盈率比较高 但是由于现在美国依然是在一个低利率环境下 因因此呢 现在比较高的市盈率 还是没有对系统产生大的风险 换句话说 他个人依然是觉得美股目前的估值 虽说比正常情况下要高 但是还是可以承受了 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内容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今天早上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就是美国虽然加了息 但是美元并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出现上涨 反而美元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大跌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今天早上的分析师也好 或者说是交易员也好 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 这个那个一大堆 说是这个美元加息之后啊 导致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导致了现在美元呢 不但没涨还跌 但是归根结底啊 大家都是在做马后炮 所以说这个下跌也好啊 那个分析也好 在我看来啊 大家都是呢 把这个现象得到之后 再去找原因 套在这个现象上 那么其实呢 我本人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今天早上会跌 这个 当然了 我们也来几个马后炮 首先说 按照这个传统的 或者说西方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有一个套路 叫做呢 这个叫买入留言卖出消息 卖出的事实 英文里面呢 叫by the rumors sell the facts 意思呢 就是当传言四起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信 但是当真正的数据出来的时候呢 反而会出现下跌 那么这种习惯呢 通常就是出现在 这个往往一些大的消息上 那么从今天早上 美联储发布信息 这一次事件来看 也验证了这个传统的一种 民间流传的交易方法 但你说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话呢 另一个马后炮呢 就是说 由于这两次 这次加息中 有两位委员投了反对票 因为也就说到呢 美联储虽然加了息 但是并没有达到 美国的这个通胀目标 你把这个条件加上去之后呢 其实也比较勉强 因为这两位委员啊 在明年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投票权的 所以他们最后投了反对票 也就是最后一次了 明年的时候呢 会有新的委员上任 但是可能这个马后炮 也可以把这个美联储加息 没有达到美国通胀目标 这个原因呢 把它包进去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美国明年的通胀 依然没有达到目标 那么现在既定的三次加息 可能还会打折扣 那么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 我本人呢 也找不到其他能够导致 美指或者说美元指数 出现大跌的其他原因 但是说句实话 从长期来看 美国明年要加三次息 后年可能加两到三次 在这样频繁的加息的情况之下 美元你说它会大跌 那你说说是鬼都不信 无非上涨的速度快慢而已 对于美国本身利益来说 他们不希望上涨过快 他们希望能够维持美元的强势走势 但是呢同时也要保护美国的出口 因此在这样考虑下来呢 很多时候呢 美联储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或者叫做暗地里的小措施 来拖延美元的上涨速度 这个是我的判断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个是上面写错了啊 这个是美元指数的走势图 并不是澳元走势 是美元走势图 美元指数图我们看到 在今年9月份到达最低 大约是91左右 所以说这条线从今年的最低 到现在呢 依然是一个上扬 今天早上的大跌没有跌破 但是很明显的是呢 原本已经上涨了 走得好好的趋势 在今天早上 一个大跌被完全打破 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呢 尽量避开在消息 重大消息的时候来做交易 很多时候明明已经上涨了 它可以突然一个大跌 但是只要保持在这条红线以上啊 那么基本上来说呢 不跌破这个点 大约是92.7左右 美元指数还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上涨通道中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话 今天晚上呢 除了早上美国下了息之后 晚上有两个重要事件 一个是英国央行对于英镑是否要加息 以及时间表推算的一个办 一个一个决议 是在呢 这个今天晚上澳洲时间8点30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澳洲时间啊 11点45分 欧洲央行将会决定 欧元这个未来啊 量化宽松啊 的一个缩减幅度 以及呢 缩减的时间表啊 所以今天晚上又是两大货币 英镑和欧元的利率决议 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